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应该不是害怕死亡的本身 我是害怕死亡之后的离别 我不会跟他们说加油 他们一定跟我一样都很辛苦 不要去想自己剩下多少日子 我也走过五年 去想说让自己的日子怎么精彩 才比较重要 五年前19岁的唐佩芝被诊断出卵巢癌末期 当时刚升大一的他被迫休学 甚至被医生宣布只剩三个月的生命 建议整安宁病房 至今癌细胞医转移三个部位 但他仍然不放弃和家人决定要评评看 医生他是跟我爸爸讲 可是我爸爸没有让我知道 因为他怕我会放弃 他是直接跟我说 我是第四期了 就是也是末期了 所以医生说没有办法治疗了 然后大概剩三个月 看我们要不要直接去安宁病房 爸爸当时候是拜托医生 就是积极的治疗看案 肠子还有胸腔嘛 还有皮肤 医生说开刀的话 只开哪一个部位也没有意义 要开就要大面积的 从卵巢到胸腔都要开 可是这种范围太大 开了也没有意义 是多一个危险 医生就建议到不如就 现在让他好好的 而佩芝也提到刚开始 因为听信亲戚的民俗疗法 而延无治疗 让女儿错过黄金治疗期 爸妈也因此非常自责 本来要做断层的扫描 但是亲戚就会有很多的 爸爸妈妈也心急 也就听信亲戚的民俗疗法 所以医院检查什么都没有去 拖了三个月吧 发现肚子越来越大 结果就是太喘 胀到太喘 然后到医院去急诊检查才发现那个是恶性的附水 他们很自责 就亲戚也都会一直责怪他们 所以他们有看到爸爸妈妈在房间里面偷偷吊泪 可是他们就没有在我面前这样 提到化疗的副作用 他也表示自己经历过三次掉法 而让他最难以忍受的 就是时时刻刻的恶心呕吐 副作用很多 它是就是一种药吐不吐的 然后你没有吐你也会一直很恶心 就算你没有打药 平常在家 他也是那个恶心感一直会存在 当时你也是会有掉头发的一个情况是吗 对 我就不敢出门 逼自己出门的时候 可是就是会赶快出去赶快回来 怕被别人看 歌星乐观开朗的唐佩芝 在抗癌路上撑过七十次化疗 如何面对痛苦 他认为朋友家人的鼓励 就是他最大的动力 我一开始每天都在哭啊 可是我本来的个性就不喜欢一直沉浸在黑暗里面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家人跟朋友的陪伴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转换想法很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我有做到 杰哥跟我很好很好的一个姐姐 这五年他一直都有在陪伴我 他有在我 就是刚生病没有多久 他就有跟我约定 就是希望我可以活到他结婚的时候 然后去当他的伴娘 就是我觉得是很棒的鼓励 然后也给我活下去的动力 那去年他结婚了 然后我也有去当他的伴娘 2021年年底 现年24岁的他又再度被组织医师建议居家安宁 但勇敢的他最想做的就是把握机会看看这个世界 于是便开启了环岛的旅程 一直很希望自己长大之后有能力可以到处玩到处旅行 加上台湾还有一些县市我没有去过 我又觉得我好像生命末期 一直很想出去玩 然后就换个方式 环岛好像也不错 我连坐在车上静静的也就是要吸氧气 我之前有去两天一夜 就是是真的很累很累很累的那种 之前原本要一次还完全躺 可是我觉得好像不行 然后后面又改掉 在旅途中的他不是只有玩乐 更希望有机会回馈社会 用自己的正能量鼓励其他癌症病友 培植说只要是人都会害怕死亡 即便被癌症缠上 学习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 反而能火出更不一样的自己 我应该不是害怕死亡的本身 我是害怕死亡之后的离别 不会跟他们说加油 因为他们一定跟我一样都很辛苦 我只希望他们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要去想自己剩下多少日子 我也走过五年这样过来 去想说让自己的日子怎么精彩 才比较重要